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儿子如今四岁了,他从未抱过一次。 我当真以为,陈四只是不喜欢小孩子。 跟陈四结婚,有了身孕后,我就辞去了高薪工作,认真全职在家。 按照陈四当时给我的承诺就是, 久久,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陈四怕我辛苦,就请了保姆。 儿子续续出生后,陈四嫌弃保姆做事不利索,就把人家辞了。 当时,因为我还是在月子里,听信了陈四的谗言。 没多久,他就把我妈接过来照顾我。 他要出差四个月,因为陈四的承续员工作,我并没有怀疑他。 大概率是那个时候好上的吧。 我强装淡定地退后了一步,给他腾出位置,在陈四伸手想拉住我的时候。 我们错过了,就像我们这五年的婚姻,亦是如此。 老师以为,陈四看上我了,忙介绍我。 这位家长的儿子,旭旭也是在我们阳光幼儿园上学的,他的儿子就要中班了。 见我们两个人均没有开口,老师继续说,旭旭妈的儿子也姓陈,一个陈旭,一个陈吟,名字看起来很像亲兄妹。 老师笑面相迎,嗓音利落悦耳。 我是不是该庆幸,今天没有带叙叙过来,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爸爸,抱着别的小朋友,该多么伤心。 因为陈四嫌少去打听叙叙的事情,就连同他在哪里上学都不知道。 从叙叙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是我经手持办的,而陈四从不过问。 我原以为,陈四只是工作忙,现如今我才明白,原来在外开了婚。 陈四的脸色煞白,也不敢吭声。 陈颖搂着她,爸爸,你是不是认识这个漂亮阿姨呀? 陈四将陈颖给了老师,你先带她去玩一下。 老师嗅到不对劲的气息,盲点头,盈盈,带你去跟小朋友玩。 只有我跟陈四的时候,四目相对,我先开了口,陈旭,我们离婚吧。 陈四伸手,试图拉住我,你听我解释。 我避开,解释什么? 我压低着嗓音,陈四,一个人不可以吃两家菜,还是说人家都喊你罢了,你现在要告诉我,她不是你的女儿。 陈四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即便她从不关心叙叙,但是我还是想说,叙叙今天不在这里,你就放心带你女儿玩吧。 离婚的事情,你自己跟你爸妈说。 陈四双眸泛着泪光,我们非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我冷笑,你非要在外面生个孩子吗? 我不理解,叙叙那么可爱,又乖巧懂事听话,她是怎么忍心抛下叙叙的。 陈四带着傲娇的语气道,对不起。 她的语气,似乎并没有让我觉得舒服。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原谅所有了吗? 我出了幼儿园,无暇顾及那个小三是谁。 因为,此时我正把叙叙一个人留在家里。 正当我预备走回去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我, 听久,你怎么不把叙叙带到幼儿园来? 我回眸,看到的正是叙叙的奶奶,陈四的妈妈。 我生下叙叙后,她对我一直都很好。 我不明所以,妈,你去家里看叙叙了。 陈四妈,是啊,我还以为你没带叙叙上学,就送叙叙过来了, 刚刚在陪她玩,看你跟陈四在讲话,我们就没有去打扰你们了。 我皱眉,声音有些哑,妈,你是不是都看到了? 陈四妈点头,对啊,看到你跟陈四在聊天,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我盯着她,只看到这些吗? 陈四妈疑惑,小心翼翼地询问,你们之间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我抿了抿唇,还是让陈四告诉你吧。 忽然,幼儿园后院的操场传来一阵争吵声。 我愣了一下,妈,你把叙叙放在哪里? 陈四妈也紧张了起来,快步往前,我让她在沙堆跟一个小女娃娃了,看起来很漂亮。 我心里咯噔一下,跑了过去,看到叙叙正面红耳赤地瞪着陈四。 而陈四的另一边,正是陈盈。 而陈四的妈,一下子冲到了陈盈的身边。 盈盈,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我搂着叙叙,她直哭,妈妈,爸爸是骗子,她是大骗子,呜呜呜,我红着眼轻抚着叙叙的呗。 陈盈没有哭,只是抓着陈四的裤脚,而叙叙只是一个人。 我该怎么告诉叙叙,陈四是爱她的。 我看着陈四妈安慰着她的孙女,心不由得一咎。 她该不会是早就知道了吧? 陈四,你是不是有病? 我冲着她大骂道。 陈四脸色并不好,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吵起来。 叙叙窝在我的怀里,妈妈,我不要爸爸了,爸爸不喜欢我,我也不要喜欢爸爸了。 叙叙哽咽咽着嗓音,甚至有些发颤。 我轻抚着叙叙,好,我们不要了。 陈四妈拦住我,听酒啊,你这是抱着叙叙干什么去? 叙叙是她唯一的宝贝孙子,陈四不在意,但是她妈在乎。 我并不觉得陈四妈不知道她儿子的所作所为,甚至今天的局,我都不得不怀疑是陈四妈不下来的。 否则,怎么会那么凑巧? 我冷痴,妈,你关着你儿子冷落我儿子,让他跟别的女人搞出孩子来,还妄想他跟叙叙好。 真当我是你们陈家免费的保姆。 此话一出,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家长,多数都听到了。 陈四妈还想辩解。 我冷声对了回去,你要我怎么接受? 我儿子四岁,还有一个三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我儿子自打出声,他父亲连正眼都没给过,你还要怎么劝我? 真是可笑,还是一味地只会说,他的儿子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以前,我觉得陈四会接受叙叙的,可如今看来,我错了。 我没料到陈四妈会有一天向我下跪。 她哀求着我,让我给她叙叙的骨髓,让作为一个母亲的我,同意抽只有四岁的儿子的骨髓,去救她的丈夫。 也就是救叙叙的爷爷。 我努力地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妈,叙叙才四岁。 陈四的妈也是一名母亲,我不理解她是怎么忍心的。 孩子是无辜的。 回到家后,直到凌晨,我将叙叙哄睡后,陈四才出现。 我出了儿童房,看着陈四正惊危坐。 靠近她时,一股淡淡的酒味扑鼻而来,我坐在她的对面。 陈四开口就是一句,对不起。 我只是盯着眼前这个,我爱了很久很久的人,为了她,我甚至不惜放弃一切。 可眼前的人,似乎并不是那么想。 陈四轻描淡写地说,我问过医生了,叙叙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和骨髓移植。 我没有回答她。 陈四继续打着所谓的感情牌。 久久,我爸只有我一个儿子,你别让我那么不笑。 我抬节,冷不丁地问,你不笑的事情还少吗? 陈四顿了顿,对不起。 我是不会把叙叙交出去的。 我的语气很冷,这些年,你带过叙叙吗? 你知道她对什么过敏吗? 你知道她现在爱吃什么菜吗? 陈四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自以为能体谅她在外面赚钱辛苦,可换来的却是告诉我外面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不对,陈四没有告诉过,是我亲眼目睹的。 我不能理解她作为儿子非要我儿子的骨髓来救她父亲的孝心。 我更不能理解家里放着那么可爱的儿子,却喜欢在外面偷星。 我没给她过多的时间,在我面前展现她的孝心,回到卧室,将她的衣服一件件地放进了行李箱。 陈四自知理亏,只是默默地看着。 临走时,我怕吵醒叙叙,索性送她下楼,明天正好周五,我们去把婚礼了。 陈四只是皱眉,没有任何挽留的话。 好,她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或许,我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了。 星期五,我把叙叙送到了我妈家。 我妈也听说了陈四的事情。 听久,你可不要在猪油蒙了心,被他们骗了。 我自然是知道的,没那么傻了。 我爸义愤填膺地告诉我,这婚必须离。 去往明正局的路上,我又不禁回忆起了,我跟陈四的大学生活。 岭东的C城,烟火微蕊。 一如我跟陈四为了在C城扎根的决心,多年后我们确实成功了。 却恍然发现,我们的婚姻一潭死水。 快到明正局的时候,有一段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封了。 出租司机抱歉道,小姑娘,前面路堵了嘞,我是过不去了,明正局就在前头,要不然你就直接走过去嘞。 我嗡了声就下车了,听说是有车压到了人的脚。 最终,我没能走到民正局,我妈打来电话,说陈四的妈,要执意抱走叙叙。 等我赶到我妈家的时候,只见叙叙躲在我爸怀里,哭得撕心裂肺。 我将人轰到了小区门口,结果陈四的妈在地上撒泼打滚,无论如何,你们今天都要让我带走叙叙。 我妈怒悟地挽起袖子,亲家母,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 陈四骂我们家没有良心,叙叙可是我的亲孙子,我要我孙子就那么难吗? 因为陈四骂撒泼打滚的行为,闹得周围的邻居都来看,因此从陈四骂的口中,觉得我是个泼辣的妇女。 有人开口,听久啊,要不然你带着叙叙回趟他们家,瞧着,叙叙奶奶也是想孙子了。 陈四骂得意地瞟了我一眼,而后一副可怜无辜的样子看着我。 她附和,听久,你把叙叙给我带几天,我就还给你。 叙叙一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从我爸怀里探出头,看到我回来了,伸出要我抱。 我一抱她就哭得更厉害了。 我气得浑身直发抖,搂着叙叙的手一紧,叙叙乖, 妈妈不会抛弃你的,你看外公外婆是不是把叙叙保护得很棒,都没有让坏人把叙叙抢走。 叙叙哭得满脸通红,我想让我妈抱她先上楼,结果她搂着我,死活不放走。 我轻抚着她的后背,大抵是被她奶奶吓坏了。 周遭邻居的指责声越来越大,我便抱着叙叙,脸神看着地上的女人, 陈寺妈,叙叙是你的亲孙子没错,但陈寺对叙叙怎么样? 你们自己是心知肚明的,哪怕陈寺抱过叙叙一次,我都不说什么。 还有,你儿子在外面偷星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帮衬着不让我知道吗? 怎么现在你丈夫出事了,要骨髓了就要来找我儿子了,你可是还有个宝贝孙女。 陈寺妈脸色煞白,或许她是没有料想到,我会当众学她那一套吧。 陈寺偷星的事情,肯定她也在其中掺和,否则我是不会没有察觉的。 她原本嚣张的气势瞬间低了下去,连带着说话的声音,都软了不少。 听久,你就带叙叙救救我的丈夫吧。 盈盈还小,才三岁。 我笑了,阿姨,叙叙四岁。 他们虽只相差一岁,待遇却天壤之别。 我暗地里调查过了陈寺的银行卡,综合差不多有二十多万是转出去了的。 而且,都是转移在了同一个账户,那人就是邹家人。 周围的邻居在听到我的话后,纷纷将矛头指向了陈寺妈。 隔壁的邻居为我发声,你们这人怎么这样啊? 真是活久见,就该拉个横幅,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家儿子的恶行。 陈寺妈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听久,就算我求你了,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了,救救我丈夫吧。 看在她一把年纪的份上,谁看在我一个人带孩子的辛苦份上? 我连坐月子都是我妈在照顾我,谁心疼我了? 心疼我的人,只有我的父母。 陈寺妈说,只要我答应她去医院,条件随便我开。 我动容了,甚至在她满脸泪痕的注视下,带着叙叙去医院了。 我给我爸妈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没事的。 一路上,陈寺妈对我和叙叙就是各种嘘寒问暖。 叙叙吓得不轻,一直窝在我的怀里,双手紧攥着我胸前的衣服,握得皱皱巴巴的。 我在叙叙耳旁轻声说,叙叙别怕,妈妈带你去找萧芳小姨。 叙叙眉心才逐渐舒缓,懵懂得哪声哪气道,真的吗? 我点点头,摸了摸她的头。 途中,我给闺蜜萧芳打了电话,她也正好在我们所去的医院上班,是内科医生。 陈寺妈直接领着我让叙叙去配型,匹配结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的。 而陈寺妈对着医生说,叙叙是我的亲孙子,肯定是可以配型成功的。 她恨不得让叙叙直接进入手术室。 看着她激动的模样,我冷漠地在一旁提醒,阿姨,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配型成功的,你儿子不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吗? 陈寺也没有配型成功。 陈寺才三岁,没有配型,叙叙四岁就理所当然地冲在前头。 因为叙叙抽了血,于是我买了糖哄她。 陈寺妈冷不丁地开始数落了句,男孩子怎么那么喜欢吃甜的,跟女的似的。 我抬头看着她,阿姨,嘴巴放干净点。 这句话意味着,但凡她有任何一点惹我不开心了,我都可以扭头就走。 陈寺妈怯声了。 我忽然想起,陈寺还在民政局等我办理离婚手续。 我给她拨了过去,对方没有接。 我皱眉,难道在她女儿那边吗? 叙叙还小,也没管嘴里含着糖,拉了拉我的衣领。 妈妈,你在给小姨打电话吗? 陈寺妈的视线也紧随其后地看了过来。 我摇头,捂住了叙叙的耳朵。 阿姨,你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吧。 麻烦你告诉她一声,今天这婚离不了了。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错愕。 什么,你们就因为这是要离婚? 阿,她说得格外坦然,仿佛在她眼中,不过是件小事而已。 我呆滞了几秒,你儿子电话打不通了。 而后,我听到了有急救车的响声。 萧芳就在这时,身着一身白大褂,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她跟续续打了招呼, 哎哟,我们续仔今天是甜戏男孩呀。 来,给小姨抱抱,是不是来暖小姨一整天的? 续续被萧芳聊得嘴角上扬,笑意肆意。 萧芳自然是听说了,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续续红着脸,小姨,你能不能少逗我一下? 续续停顿了一下,乃声乃气道,羞羞脸。 萧芳捏了一把她光滑的脸,谁叫我家续仔可爱死了? 续续笑得肆意,让陈四妈看愣了。 书然,我的手机响了,是陈四的电话。 我接起,那头传来刺耳的救护车声响。 萧芳警觉地抱着絮絮回避。 长廊上只剩下我跟陈四妈,电话那头传出声响,是陈四患者的家属吗? 陈四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在C城中院做紧急手术。 陈四妈双腿一软,险些摔倒。 我们就在中院,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手术室。 三个小时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护士拿着文件出来了,谁是病人的家属。 陈四妈往前冲,我是,我是,医生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啊。 护士拿着笔让签字,病人生命垂微,左腿被汽车直接压得粉碎。 为了确保病人生命,需要节肢处理。 护士告诫道,如果不节肢的话,病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四妈彻底慌了神,立刻在单子上签了字,双手死死拉住护士的手。 医生,求求你要救救我的儿子啊。 他哭得真切,拽着护士的手不放,也很认真。 我上前拉开了他,你儿子要做手术,先让人家进去,免得真的死在手术台上。 此话一出,连同护士都多看了我两眼。 护士不明所以地看了我一眼,进了手术室。 同时,叙叙的骨髓配型结果也出来了,是不匹配。 陈四妈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直接晕了过去。 三天后,陈四醒了过来,他大概率没能接受自己残疾的事实。 情绪一直不是很稳定。 加之他的父亲,因为迟迟得不到合适的骨髓,也离开了人世。 让陈四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地郁郁寡欢。 图个方便,让他妈跟他同一个病房,也有个半。 我原本打算请人照顾他们的,没料到,出门看到了陈颖的母亲,邹家人。 我记得他,邹家人跟我是同校的。 我们站在病房外,他对我说,听久姐,你辛苦了。 这声解叫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耸肩,一副无畏的态度,我跟陈四这婚还没离,那么迫不及待了。 他笑了笑,将陈颖推到了我的面前,哪里是我迫不及待了,是我女儿想爸爸了。 邹家人没有丝毫的避讳,听久姐,放手吧,陈四爱的人是我。 他不急不缓的嗓音入了耳。 我挑眉,是啊,我是放手了,毕竟谁会守着一个残疾,并且身无分文的人呢。 陈四一醒来,我便跟陈四提起了离婚。 他也欣然答应了。 因为出轨,陈四是净身出户的,并且转给邹家人的那二十万,他的母亲已经补给了我。 陈四每个月还要支付续续的抚养费。 明显,邹家人听愣了,他似乎不太相信,推开了病房的门。 病房内的争吵声,让我莫名有一股快感。 邹家人是知道我的存在的,毕竟曾经我跟陈四恩爱两不移的热恋,也是轰动了全校的。 陈四曾在毕业典礼上向我求婚,那一刹那,我以为我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知三当三这种人是最不可饶恕的。 听到病房内,邹家人带着哭腔的嘶吼声。 陈四,你把钱都留给他们了,那我跟你女儿怎么办? 陈四说,以后赚。 邹家人似乎并不买账,你都是个残疾人了,怎么赚钱? 而后,砰的一声,至于是什么东西掉了,我也不得而知了,我带着叙叙回了家。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我跟陈四的那套婚房,里里外外地重新装修了一遍, 顺便将以前专门腾出来给陈四办公的书房,变成了儿子叙叙的玩具屋。 图个彩头,一切往事随风。 大概是习惯了没有陈四的存在,叙叙只觉得没有变化,反而因为有了玩具屋变得十分开心。 他肉乎乎的小手,看了眼让他十分满意的玩具屋,眼神炽热地望向我。 妈妈,我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玩吗? 我蹲下身,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当然可以了。 叙叙亲了亲我,世上只有妈妈好。 他懂事地搂着我,妈妈,叙叙一直在。 再见到陈四的时候,是半年后。 叙叙跟小区内的小朋友在沙堆里玩游戏,而我则坐在附近的椅子上,看着他们玩。 因为小区内到处都是摄像头,我也不是特别担心叙叙会走丢。 见他们玩得起劲,也不忍心打断他。 于是我便拿起我的平板,画起了设计稿。 我开了家服装工作室,实现了自己大学时期的梦想。 生意虽不是拔尖的,但维持温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有的轻奢品牌设计,我也开始接触。 没多久,我听到了小朋友的议论声,你看那个人走路跛脚也。 瞎说,我妈妈说那种人一般都是瘸子。 说话的小朋友语气很大,甚至让跛脚的那个人也听到了。 叙叙说,人家就算倒着走路,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哦。 蒋明,你有时间看别人,我跟周翔都要赢你了。 叙叙说话的语气,明显有点生气。 我抬眸,看着叙叙双手拍打着沙堆,他们在比赛看谁把沙子堆得好。 叙叙偷瞄的眼神,我一下就捕捉到了。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入眼是陈四的身影。 半年不见,他变得邋遢了不少,胡子拉叉的。 陈四背着个背包,显然是刚工作完的模样。 他唯一称职的大概率就是,他每个月会给叙叙固定的抚养费。 我跟陈四也很少联系,甚至是没有,他每次转账都是会打在一张卡里。 陈四主动上前跟我搭话的。 他哑着声,听久,好久不见。 我礼貌性地回应他,陈四,好久不见。 他的眉宇上挑,你们过得还好吗? 我点头,挺好的,你呢? 听说你结婚了,恭喜,你妈应该有在帮你照顾你女儿吧。 陈四看着我,凉酒,双唇清起,我妈死了。 我压了声,节爱。 我是真的没想到,陈四的妈妈会没了的。 陈四扯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这是报应吧? 我认了,听他说,他的母亲是因为受不了层层打击,加上受不了邹家人的跋扈。 最终,郁郁而终的。 陈四看着我,听久,对不起。 他的对不起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倘若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他对我所有的伤害,也不至于会离婚。 他告诉我,是邹家人先勾引的他。 我冷嘲,陈四,这种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的。 陈四声音沙哑,我知道。 倘若真的知道,我跟陈四的结局怎么又会落到这种地步。 他眼神充斥着绝望,听久,你还爱我吗? 我没有片刻的犹豫,早就不爱了。 我很好奇他是什么时候跟邹家人好上的。 陈四说,在你生下叙叙的时候,我当时因为很烦,去了自酒吧,邹家人找上了我。 我的语气比预想的还要平静,那你妈呢? 在叙叙一岁的时候,陈四的妈妈特别殷勤地来了我跟陈四的婚房。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似乎都是有迹可循的。 陈四承认他妈是在叙叙一岁的时候发现的。 果然,还得是他们陈家手段高明。 我怕叙叙起疑心,让他快点离开。 陈四却问我,可不可以跟叙叙说说话。 刚才要不是叙叙,我还真很难发现陈四的身影。 肩默三秒。 我转身朝着叙叙招手,恰好他也在看我,叙叙,过来。 毕竟,陈四始终是叙叙的亲生父亲。 结果,等我转身的时候,陈四一瘸一拐地跑了。 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 叙叙挠头,妈妈,你找我做什么呀? 还不等我回他。 叙叙指着陈四的背影,那个人是爸爸吗?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其实叙叙都什么都知道。 我俯下身看着他,叙叙想爸爸吗? 叙叙歪着头问我,那妈妈,你会想爸爸吗? 外婆说,爸爸跟妈妈分开了。 即便如此,爸爸还是叙叙的爸爸。 我紧抿着唇,没吭声。 叙叙拉着我的手,外婆说,如果我想去看爸爸的话, 我也可以去看爸爸的。 但是叙叙现在也不想看到爸爸。 叙叙是这样说,但是他的目光也不由地看向陈四离开的背影。 在叙叙五岁生日的时候,我让陈四带着叙叙出去玩了。 而我,则是在工作室待了一晚上。 因为有人来找我私人定制婚纱,为了赶工期, 索性就在工作室凑合一晚。 陈四把叙叙送回家的时候,我也才刚赶到小区门口。 看着叙叙满脸,洋溢着不高兴。 但是他生闷气的模样,给我逗乐了。 我捏了捏他气鼓鼓的小脸蛋。 叙叙,这是怎么了? 气成这样? 叙叙对着我乃胸道。 爸爸,连给我穿衣服都不会, 以后再也不去了。 久违的,我笑出了声。 而陈四则是羞愧不已。 对不起,我没想到叙叙衣领的扣子没解开。 我表示没关系,他都没有带过孩子, 又怎么会带好叙叙?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邹家人也在车上。 我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 不是让陈四把叙叙送到工作室。 否则,万一以后他们吵架了, 以邹家人的脾气,难免伤及无辜。 与此同时,邹家人的视线恰好落在了我们这边, 似乎有些等不及了。 没几秒,陈颖在车上喊, 爸爸,我饿了,我们能不能回家呀? 陈颖双手趴在车窗上看着我们。 陈四站在原地不动,略微显得有些尴尬。 我抱起叙叙,来跟爸爸说再见。 叙叙挥手告别, 爸爸,以后不要来了。 一时间,陈四脸色更加难看了。 我爸的学生荣旺刚好路过, 叙叙直接喊了他, 荣哥,是我。 叙叙伸出手让荣旺抱。 荣旺拿着车钥匙, 邪逆着我, 随后将目光落在叙叙的身上, 将叙叙抱了过去。 倒是叙叙没心没肺的模样。 妈妈, 我跟荣哥在家里等你回来。 我摆了白手, 行吧, 你们先上去, 对了, 荣旺别让叙叙吃辣条。 荣旺呕了声, 意味深长地说, 叙叙的嗓子受凉早就好了, 咱不怕。 我瞪了荣旺一眼, 叙叙躲在他的怀里直笑。 荣旺这话是故意说给陈四听的, 只是人家压根没在意。 陈四想插嘴, 但身后陈颖一直在喊他, 甚至连邹家人也开始说, 瞧瞧, 就你没用, 自己的爸都喊不过来。 我汗言, 陈四, 你赶紧走吧。 荣旺抱着叙叙已经离开, 陈四略带着不甘心, 刚刚那个人是谁。 对于他的问题, 我并不是特别想回答, 这似乎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看邹家人都要恨不得要下车了, 你赶紧走吧。 陈四终究还是离开了。 我没料到, 跟我约合作婚纱的人是荣旺的妹妹, 荣欣。 因我车子送去保养了, 荣旺顺路把我送到了我的工作室。 碰巧遇到了来取婚纱的荣欣。 他大趣道, 我还以为我哥这棵万年铁树开花了呢。 到底是酒精商场的男人, 你这婚纱也挺好看的。 荣欣垂眸一看, 注意力落在裙子上, 双手撵着裙边在镜子面前转了一圈, 真的吗? 我也觉得好看。 我替荣欣理了一下裙摆, 这件婚纱挺适合你的。 荣望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好了, 你再吹捧她, 这丫头等下就要上天了。 我淡笑, 不是吹捧, 是真的呀。 荣欣的未婚夫不是虽诚的, 他们俩打算去一程发展。 荣望把荣欣送去车站, 因为她还要去接她的未婚夫。 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我也打算关店, 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 正好叙叙放假有空, 打算多陪陪她。 我带着叙叙回了我妈家。 我爸自退休后, 就更加迷恋下象棋了, 有时候拿着她的一壶茶, 能在外面下一天, 每每都能赶上饭点。 客厅里, 叙叙正在陪着我爸看新闻联播, 而我则跟我妈在厨房洗碗。 她问得很随性, 陈四, 后面有没有来找过你? 我想了下, 还是如实回答了。 我妈把陈四骂了一顿, 并告诫我不要去相信陈四的鬼话。 我低垂着眼睫, 妈, 我知道, 水声戛然而止。 我妈将水龙头的水, 青苔就关上了, 将抹布一丢, 你嘴上知道, 我就觉得你心里不知道。 我无奈地抬截, 看向她。 半上, 我妈有意地问了句, 要不然, 我回头给你再介绍一个。 还不等我拒绝, 就见我妈喋喋不休道, 人家是你爸的学生, 长得又帅, 又有能力, 你们可以发展一下。 我妈生怕我嫁不出去似的, 一个劲地夸着我爸的那个学生。 我美好气地来了句, 我爸的学生那么多, 帅的人多了去了, 你怎么就笃定, 就她很好呢? 许是听到了厨房的声响, 我爸立声制止了, 你们俩只要待在一起就开始吵, 还有完没完了, 都是当妈的人了。 我跟我妈相互对视一眼, 纷纷笑了出来。 我深知, 她是心疼我一个人, 带着叙叙不容易。 可是这么多年了, 终究我也释怀了。 我没料到, 一年后, 我会单独遇到邹家人。 她站在我工作室门口, 一时间, 我忘了挂电话, 看到她手里拿着我工作室的明片, 我愣了下。 邹家人自然也察觉到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这家店是你的。 我点头, 她鄙夷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拿着沉思的钱, 开的这家店呢? 我懒得搭理她, 麻烦你让让, 别什么垃圾都往我门口站。 邹家人气得浑身直发抖, 她摸着她的肚子, 你没想到吧, 我又怀孕了, 是沉思的。 她像是得意地在跟我炫耀, 我不理解, 如今沉思一个月六千的工资, 每个月给叙叙就是两千。 余下的四千, 要维持她们一家三口, 是怎么扛下来的, 还有房贷, 据说, 陈营上幼儿园一年就是几万。 我好心劝她, 既然怀孕了, 就不要乱走, 头三个月胎心不稳, 是很容易掉的。 邹家人像是在抱负沉思一般, 书听久, 都是因为你, 沉思才会变成这样的。 我嘴角上扬, 哪样? 我冷腻着她, 你都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还不满足。 工作室的门, 她大意想开了, 还是说, 开始嫉妒我的生活了。 话音刚落, 仿佛窥探了邹家人的心思一般, 恼羞成怒, 甚至想上前打我, 却不料因为有个台阶她没看到, 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邹家人指着我就要栽赃, 我连忙指向了不远处的摄像头, 这里刚好有摄像头, 360度无死角的那种, 你想要哪个角度的都有。 还好, 我为了防止被偷电, 特意安装了个摄像头。 没成想, 今天刚好派上用场。 邹家人脸都气绿了, 书听久, 你是不是还对陈四藕断撕连? 嗯, 我声音极其冷淡, 呵, 邹家人麻烦你搞清楚, 陈四是我儿子的父亲。 再说那种下三滥的手段, 貌似也只有你做得到, 放在别人的身上, 似乎并不是那么现实。 邹家人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我劝告他, 现在的陈四已经可以了, 你别再做妖了。 邹家人大笑, 我做妖? 随即, 他面色苍白地看着我, 你应该感谢我, 让你脱离苦海。 或许吧。 电话里, 传来陈四的声音, 他在地下室给人看房子, 信号不是特别好, 以为我摔了。 他关切地语气道, 听久,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我皱眉, 陈四, 邹家人在我店门口摔了。 今天是陈四要给叙叙打钱的日子, 陈四打来电话, 我自然是接的。 有钱不收是傻子。 医院内, 邹家人的孩子, 终究是没保住。 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我才知道, 他原本是想来找我定制给他女儿穿的小裙子的, 结果没想到工作室的老板是我。 陈四替邹家人向我道歉了, 我也懒得去追究他。 毕竟, 他嚷着的儿子没了。 陈四送我出医院的, 他说有事, 但一路上, 他都没有说话。 就在我即将要出医院大门时, 我停下了脚步,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再送下去, 该送回家了。 陈四深呼吸, 满脸地认真, 如果我离婚,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我直接否决, 不可能。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况且沉思对我, 是权衡利弊的。 出了医院的大门, 我遇到了荣望, 躲在后座的絮絮突然窜了出来, 吓我一跳。 我直接上了副驾, 边系安全带, 边说, 你倒是接我儿子接得很顺手。 荣望骨节分明的手, 打着方向盘, 侧脸时, 黄昏的余光落在他的脸上, 照得他整个人泛着光。 后来, 我才知道, 我妈要给我介绍的对象是荣望。 一年后, 在事业的稳定期, 我跟荣望在一起了。 那天, 他久违地发了条朋友圈, 铁树十年开花。 配图是, 我跟叙叙还有他在游戏场, 做亲子活动游戏的照片。 因为荣望的出现, 叙叙因此活跃了不少。 我在厨房看了眼, 正在面壁思过的两人, 你们两个还在嘻嘻哈哈, 罚你们再站一个小时。 荣望跟叙叙一口同声, 不要啊。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帝媳送亲妈一万两千的手镯, 母亲也让女儿给她买, 女儿却送给婆婆。 刘露是家里的小女儿, 她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比她大三岁, 当她谈恋爱的时候, 哥哥和嫂子已经结婚了。 嫂子倩倩是哥哥的高中同学, 很早就来过刘露家里, 母亲对倩倩很亲热, 一直都叫她闺女闺女的, 让刘露听了有些不习惯。 刘露就对母亲说, 妈, 你认嫂子是闺女, 那我是你什么呢? 母亲说, 你迟早还不是别人家的儿媳妇。 刘露心里不满, 母亲一直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她什么都以哥哥为重, 爱屋即屋, 母亲自然也对倩倩极为关注, 而忽略了她这个亲生女儿。 刘露的男朋友王志, 是他在工厂里打工认识的, 王志家住在林县的丘陵地区, 距离刘露的娘家有一百多里路。 对于女儿的选择, 母亲连连叹息, 她说, 我们家就在县城边上, 你却偏偏去找一个农村上的人, 离家这么远, 以后你在外面受了欺负, 我们也帮不上你的忙。 但是刘露是一个性格执拗的女孩, 她认准了王志, 觉得她为人诚恳, 对她也关怀辈志, 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 便一门心思要嫁给她。 母亲只好说, 爱, 女大不中留, 随便你吧, 只是你出嫁以后, 也要记得经常回娘家, 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 我们都还没有享你的福。 刘露出嫁的时候, 父母要了八万块钱的彩礼, 按理说, 他们应该给女儿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但是母亲却说, 刘露嫁得太远, 半嫁状不方便, 所以只给他们小两口, 回了一个两千六百元的红包, 便算是刘露的陪嫁了。 刘露嫁到婆嫁时, 公婆家里只有一个两层小楼, 村子里的年轻人, 大都在县城里买了房。 而王志的爸妈, 平常除了偶尔打点零工, 一直都是在乡下种庄稼, 所以家里也没攒下多少钱。 为了帮助他们小两口能在城里买房, 公公和婆婆在刘露进门后, 就跟着村子里的老乡, 双双去了外省的工地打工挣钱。 刘露和王志就在离家不远的服装厂做事, 为了多挣钱, 刘露怀孕后, 也一直在厂里坚持上班, 直到怀孕七个多月, 她才回家待产。 刘露生孩子的时候, 婆婆从外省赶回来照顾她的月子, 但是孩子才刚刚五个月的时候, 婆婆就对刘露说, 现在孩子太小, 离不开母亲的照顾, 你还是暂时不要上班, 好好在家带孩子, 我准备再去工地上上班, 也好早点帮你们凑够买房子的钱。 刘露虽然知道带孩子辛苦, 但公公婆婆五十多岁了, 还在工地上打工, 靠劳力吃饭, 他们更加劳累, 所以只得点了点头, 让婆婆在外面多保重身体。 刘露在家带孩子的时候, 母亲也打电话关心她, 让她如果有空, 就带着孩子回娘家, 外公外婆也想看自己的外孙呢。 王志在制衣厂做财工, 每天都要加班, 不能陪刘露回娘家, 于是刘露就独自抱着孩子, 坐长途公交回到了娘家, 准备在娘家休养一段时间。 刘露想得挺美, 父亲和母亲都闲在家里, 他们一定会帮着带外孙, 这样他也可以轻松几天了。 当时, 刘露哥哥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两岁了, 嫂子一直放在娘家让父母带, 所以刘露的母亲正好可以帮着女儿带孩子吧。 但是, 母亲只是刚开始有点新鲜感, 抱着外孙到处去串门, 等把孩子炫耀过了, 他又将孩子还给了女儿。 母亲可忙了, 他每天要去茶馆里玩牌, 和老姐妹们去跳广场舞, 哪里又有时间帮着女儿带孩子呢? 刘露在娘家待了一个星期, 什么事都需要亲力亲为, 甚至母亲还让他将孩子背着, 帮着做一家人的饭菜。 刘露哭笑不得, 别人的亲娘都会帮着女儿带孩子, 她的母亲倒好, 只是让她带着孩子回家帮忙做家务的, 还不如她就待在婆家呢。 所以, 刘露趁早回了婆家, 后来孩子三岁的时候, 她和王志一家三口, 又才回娘家过年。 父母都很高兴, 哥哥嫂子也都在, 全家人大团圆, 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年夜饭。 但是饭后, 刘露带着儿子在屋外玩时, 侄子突然走到他们身边, 抓起弟弟兜里的红包就拆开了。 刚才在饭桌上, 母亲给给孙子和外孙都发了过年前, 刘露的儿子藏在自己兜里, 都还没有打开来看过。 侄子从红包里摸出一百元的红跳子, 顿时就笑了, 他大声嚷嚷道, 弟弟, 你惨了, 奶奶给了我六百, 才给了你一百, 哈哈, 我的红包比你大。 刘露听了, 心里顿时有些不舒服, 他和丈夫回娘家过年, 给父母包了四千块钱的红包, 将王志的奖金钱都全部孝敬给了父母。 哥哥嫂子回家过年, 只买了一些苹果牛奶回来, 母亲再给孙子和外孙的回礼上, 不说要多宫廷, 至少不应该相差如此之大吧? 原来, 这就是孙子和外孙的差别啊, 在母亲的心目中, 外孙真的没法和孙子相比, 就像刘露和哥哥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一样, 差别太大。 刘露对母亲给孙子和外孙如此包红包的做法不能苟同, 他虽然有些不满, 却想到大过年的, 所以并没有太表现出来。 他和王志回家后, 婆婆就拿出一张二十三万元的存款单, 这些钱都是这几年, 他们劳两口在外面挣的辛苦钱。 婆婆将存款单拿给刘露, 真挚地说, 儿媳妇, 爸妈的钱都在这里了, 你和王志想到城里买房, 这些钱多少能帮补, 你们一些, 你们把存款单自己保存好。 刘露很感动, 他觉得公公婆婆对他们小家庭的付出, 可以说是掏心掏肺的, 他心里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公公婆婆, 报答他们的恩情。 王志和刘露在公公婆婆的帮助下, 终于在县城里首付了一套商品房, 婆婆回家帮忙接送孙子上学, 刘露就又回到工厂, 和丈夫一起努力挣钱, 共同还房贷, 用心经营着他们的小家庭。 又一年的春节到了, 父母又打电话, 让刘露和王志回家过年, 这一次刘露却在电话里对母亲说, 妈, 今年我们就不回家过除夕了, 准备在家陪着公公婆婆过年, 他们辛苦了一年, 也盼着全家人能欢聚一堂, 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团年饭, 等过了年, 我们再抽时间回来吧。 母亲在电话里说,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 小露啊, 你知道, 过了年, 就是老妈的生日了, 你可要为我准备好一份生日礼物哦。 刘露笑道, 妈,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 母亲说, 今年过年, 你嫂子为她亲妈买了一个一万两千元的金手镯, 妈这手上光光的, 你是不是也送给妈一个手镯呢? 刘露一听母亲这话, 明显就是敲诈她嘛, 她不满地说, 妈, 你对哥哥嫂子那么好, 将你们的棺材本都给哥哥嫂子买房了, 嫂子只给她母亲买玉镯, 怎么不给你买一个呢? 母亲在电话里教训女儿道, 你见过多少儿媳妇给婆婆买礼物的? 做女儿的, 就该孝敬自己的亲妈, 你应该多向你嫂子学习。 刘露听了, 觉得母亲的话似乎有问题, 人与人之间应该真心换真心, 而不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吧。 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 什么都向着嫂子, 花钱的时候却让她这个女儿来买单, 真偏心。 但想到母亲该过六十一岁大寿了, 她还是和王志商量, 该不该给母亲买一个贵重一点的手镯呢? 婆婆在旁边听到了, 就对刘露说, 你母亲把你养大, 就恩重如山了, 你现在虽然嫁到了我们家, 但也不能忘了父母恩, 我们自家人可以节省一点, 但你回娘家, 却不能失了面子啊。 刘露对婆婆说, 我倒是想给你和我妈都买一个手镯, 但现在我们要供房子, 经济条件又不允许。 婆婆说, 傻丫头, 婆婆没那么讲究, 你就不要为我费心了, 还是好好给你母亲选一份礼物吧。 刘露去了金饰店, 选了一个一万一千八百元的金手镯, 这要了她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 她心疼不已, 但为了尽孝心, 她也只能忍着痛付款了。 正月的时候, 刘露和王志带着孩子回到娘家, 那天正好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也不想做饭了, 就带着全家人去了附近的饭店, 打算在那里包一桌席庆祝。 那天嫂子还叫来了她的娘家父母吃饭, 一大桌人做得满满当当的, 父亲还特地要了两瓶好酒, 大家齐齐举杯祝福, 席间充满着欢声笑语。 因为有外人在, 刘露给母亲买的生日礼物, 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她就想, 等吃完饭再送给母亲吧。 饭还没有吃完, 母亲就把刘露拉到一边, 柔声说, 小露啊, 你嫁得远, 平时难得给爸妈尽孝, 今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去把这餐饭的账单结了吧。 反正一桌席也不会太贵。 刘露看着还在饭桌上喝得欢的父亲, 还有哥哥嫂子, 又迎上母亲期待的眼神, 就只好去了柜台结账, 一千七百多元, 刘露暗自庆幸自己带足了钱。 刘露和母亲又回到桌上吃饭, 这时刘露的儿子和侄子已经吃饱, 就下了桌子, 两兄弟跑到饭店外的坝子玩去了。 但没多久, 刘露就听到门外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有点像是自己儿子的声音, 他和母亲变斗起身, 出门去看是怎么回事。 果然, 是两个小孩子因为争抢甩炮丸, 打起架来了。 刘露的儿子哭着给母亲告状, 说哥哥问他要甩炮丸, 他不给, 哥哥就硬抢, 还抓疼了他的脸。 刘露这才看见, 儿子脸上还有红色的抓痕, 都破了皮, 快渗出血珠来了, 顿时心疼起来, 忙仔细去看儿子的伤口。 母亲也拉着他孙子, 问他受伤了没有, 孙子振振有词地说, 弟弟打了我一拳头, 我的肚子疼。 刘露的母亲顿时就发火了, 对着刘露母子就骂道, 看你教的儿子, 这么粗鲁, 如果将我的乖孙打伤了哪里, 该怎么办呢? 刘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妈, 侄子比我儿子要大两岁, 他如果不来抢东西, 将我儿子的脸抓伤, 我儿子会还手吗? 你看看, 你外孙的脸都被抓伤了, 你怎么就不心疼呢? 母亲说, 脸上破点皮,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孙子被伤了肚子, 那才是大事情呢, 如果我孙子真有事, 我一定饶不了你这臭小子。 刘露, 你的儿子应该好好揍揍了, 居然敢用拳头打人。 看到母亲亲热地搂着他孙子, 却对自己的外孙怒目远征的样子, 刘露心里十分不舒服。 以前他和哥哥吵架时, 母亲也是这样, 老是维护着哥哥, 训斥他做妹妹的不懂事, 欺负哥哥。 现在母亲将他这一套, 又用在了孙子和外孙身上, 这让刘露心里哪里能好受呢? 他是女儿,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他不受母亲宠爱, 连带着他的儿子, 也不会受母亲的善待。 刘露算是想明白了, 无论他怎么孝敬母亲, 想做他的好女儿, 母亲都会觉得这是应该的, 他的心里只有自己儿子一家人。 那么, 即使他将一万两千元的金手镯 送给了母亲, 母亲也会觉得, 这是女儿理所当然应该孝敬他的, 他的胳膊肘, 永远还是拐向哥哥一家人。 是啊, 刘露又何必费劲去讨好母亲呢? 真心要用在对的人身上才是啊。 婆婆全心全意地为着他们一家人, 为了省钱, 不仅不让刘露买礼物送给自己, 还劝他多孝敬娘家母亲, 婆婆才是他应该孝顺的人啊。 所以, 刘露收拾好心情, 在娘家住了两三天, 尽着自己的本心帮父母做事, 陪伴他们, 却始终没有将自己为母亲买的金手镯拿出来。 他已经决定好了, 他要将这个金手镯送给自己的婆婆, 婆婆为了他们那个家, 省吃俭用, 从来没有买过一件金手镯, 甚至连一件上百元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这样善良真诚的婆婆, 才配拥有儿媳妇对她的尊敬和孝顺。 在返程的路上, 刘露对丈夫说出了她的打算, 王志听了心里惊喜, 却也不安地说, 岳母会不会怪我们不懂事? 女儿女婿不懂孝敬她。 刘露笑道, 我爸妈心里只有哥哥嫂子, 那么就让哥哥嫂子多孝敬他们吧, 我们也应该以自己的家庭为重了。 刘露将送给母亲的金手镯留下来, 反而送给自己的婆婆, 你赞同她这种做法吗? 这世间满是秘密, 但没有永远的秘密。 过去会过去, 但故事已成故事。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